台灣影壇第一美女林青霞重影多年 留下了不少代表作 而她就贏過金馬影后 更加是港台觀眾心愛的女演員 最近她就推出著作 令網民對她的舊史感到興趣 特別是她的感情流 林青霞在19歲拍攝窗外時遇到秦漢 兩個人似乎一拍即合 而林青霞更加因為敢背上第三者的名號 因為當時秦漢早就跟少喬恩結了婚 但是秦漢都沒有理會自己人夫的身份 對林青霞配加關心 最終她就跟老婆在1980年3月離婚收場 而在1980年初 林青霞早就放下了港台演藝事業 去到美國進修 在這個時候 秦漢林早就對林青霞展開猛烈的追求 直到1980年9月 林青霞跟秦漢林在美國定婚 而原先離婚的秦漢 也跟少喬恩復合同居 不過原先跟秦漢林在美國定婚的林青霞 在1984年解除婚約 到了1985年 在秦漢的撮合之下 秦漢林青霞再度交往 之後離離合合 直到1994年 都未能修成正果 兩個人的關係也正式告中 像是說的 有一個有用的 平衡的 字幕 李宗盛